不要影响到不容易 但是尽量看看這個比賽 反正他跑好幾個地方打 看看這個雨色 看怎麼晒 嗨 嗨 嗨 打擊的是林哲軒 這個球厲害了 形成了一個重要方向的一個安打 這時候繼續往二壘做推進 二壘安打沒有問題 所以林哲軒剛剛中間也提到 我想球員朋友應該也都很關心林哲軒 也都很清楚 最終的關鍵當然還是在他的打擊了 一定 就是說你的長打力要出來 你如果說只能夠打安打的話 都還不夠 因為在大聯盟的話 你必須要增加你全能打的量 這次二壘安打的出現 也是今天的中華白隊的第三次的安打 頭部手稍微來做一下溝通 那在今年呢 目前二壘上跑者林哲軒呢 也速度有上到大聯盟 但是時間也都很短暫 不過其實這本來就是很高難度的事情 不容易 能夠進到美國職棒 從小聯盟開始 其實就是第一道關卡 一路的往上爬 每一路都是困難重重 那當然要上到大聯盟 進而看看能不能夠固定呆著成為主力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有難度 打擊的是唐紹廷 因為他所守的位置是外野 那你外野以大聯盟的條件的話 速度快是一定要的 那臂力也要夠強 那再來的話 你的打擊的強打能力一定要好 事上以最基本的兩項客觀數據 就是上壘率跟長打率 這個仲介人講到是長打率的部分 但事實上連上壘率的部分 進到3A之後 其實林哲軒都還比較不及格 都還比較不足 這一棒打成了一個飛球 歐歐歐歐 總來是往後追呀追的 經過落地形成的安打 這時候唐紹廷的一棒 把二壘上的林哲軒給送回來 來 唐紹廷今天就厲害了 這個機會也都掌握得很好 比數現在4比3 在中華白隊的方面呢 在這場比賽現在是首度的來超前 今天呢唐紹廷打了兩支的二兩安打呢 都是各帶有一分的打點 這主要力量夠 我這球都能夠打得比較遠 我們要下一個超前大多 Academy 才算就是了 Defence